中國大陸的軍事底氣越來越強了 所以反介入跟區域拒止能力很強 尤其是呢 來看到美國現在也坦承了 這是太平洋艦隊的司令帕帕魯說 即使在1500海里大概3000公里紀律上 你會不擔心解放軍的火箭軍嗎 說不擔心就是大傻瓜 說到了這個拒止能力 就要提到兩款東風21D 它採用獨特的彈道導彈制導方式 能夠高速穿越美國航母的防線 射程1500公里 還是有點短 不過 來了東風26 4000公里的航程 可攜帶彈頭達到2噸以上 如果透過陸基平台發射多枚東風26 可以對美國航母進行精準打擊 摧毀航母群 然後呢西宮大其實也有兵推 說24枚的英籍21 就可以集成一艘航母 英籍21就是東風21的 這個海上的版本嘛 大概是1500公里 末端來到史馬赫 可以跟動物一起發射 對 我看到這一篇訪問啦 因為他是電視訪問 美國的太平洋艦隊司令 這個艦隊司令看起來 比較傳統像美國人 他是實話實說的 他不是一個 吹牛 不是吹牛也不是說很政治化 我看他算是賣一個講實話的 一個誠懇的一個老實人 所以這個記者怎麼問他 全部講出來 這也是美國今天在做很多戰備準備 還有美國加強他的防衛能力 美國加強他的聯盟的 這個所謂的盟邦的 這個體系的建構的主要原因 就是美國終於在20大戰以後 感覺他的強無敵艦隊 對不對 西班牙無體艦隊 大英帝國有日不落國 美國這個稱霸五大洲 七大洋 這時代快結束了 那最主要就是工具的改變 武器本身的改變 中國大陸就是說 雖然有這個航母 有這個055大驅 有這個 有這個 核潛艇 轟6 有核潛艇 這都是載台 那真正它的打擊性武器 就是飛彈系統 飛彈系統包括陸機的 這個海機的跟空機的 那你英級21就是 可以看出來就是 東風21的艦載版 那也可以 所以東風21可以從陸上基地發射 那麼英級21就是從 動物這些船艦上面發射 那另外還有轟 轟6K 它從海上發射 所以 從空中發射 對 空中發射 所以這個就變成距離 這些飛彈的距離 事實上已經不是那麼重要 你如果說是放轟6K的話 它從空中 它距離你這個美國的 更近 美國更近 所以它就可以發射這一類的 這些攻擊性的導彈 那所以基本上就是說 中國大陸的武器 現在 讓美國 感覺說 它目前沒有對策 也就是說 真正中國大陸用這些武器的話 這個主要的就是這個 這個導彈系列 那對於美國的海上艦艇 起碼美國人承認 對 它是 它很畏懼 對 它還說什麼 你這個不擔心解放軍的火箭軍 說不擔心是大傻瓜 它講得很直白啊 對 它這非常直白 所以 所以基本上就是說 任何一個這個 軍隊 的時候 它第一個要 除了它要攻擊別人 它要能夠自保 它防衛的能力要夠強 你沒有防衛能力 你就是 孤注一隻 所以你在沒有把握的時候 你要進入到這個區域 你不如在別人的打擊範圍裡面 那這個東西這個打擊你的時候 你是沒有辦法破解的時候 那你很可能 你不在必要的時候 你不會進入到別人的打擊範圍裡面 那對相對來講 那對方就拿到了什麼 就區域巨子 是 那中國大陸現在這個 不管是東風系列 26 21 那這個陸基海基的這個 這個陰基 21 然後可以裝載在這個 還有就是裝載在 洪流K上面的這些 導彈這種飛彈系統 基本上美國現在是沒轍 硬碰硬的話 美國當然也可以擊落中國大陸的 也可以擊沉中國大陸的水面艦艇 也可以對中國的陸基的 飛彈基進 可是問題 那美國也要承受極大的損失 所以這個就變成 對美國的軍隊來講 它只有兩個解法 一個就是說 它研發更先進的武器 對不對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說 他在戰術上 他要做一個改變 往後退 往後退 他自己美軍往後退 嗯 叫別人往前衝 其他的軍隊往前衝 就日本人打頭陣 韓國人打頭陣 台灣啊 台灣打頭陣 菲律賓往前衝 那個澳洲往前衝 美國往後退 嗯 是 台灣有事 日本會有事嗎 現在日本不見得有事 而是沖繩一定會有事 因為那邊有很多的 大量的美軍基地 就在沖繩 那最近的沖繩之事啊 訪問中國大陸玉成丹尼 那4號的時候會晤誰 中國大陸商務部長王文濤 5號會會見中國大陸政要 6號前往福建參觀 當地琉球王國時代的墓地等等的 好 那另外呢 他這一次在4號的時候 在北京呢 有去拜拜祭拜 琉球國墓地的遺址的祭拜 那他用的香是古代中國 所流傳的 所以他特別說 他用的呢 是中國 欸 流傳過去的鄉 他說這邊 他還特別感謝說 這些他們的一些祖先 能夠讓這個地方 跟中國大陸有所連結 他不斷的強調 跟中國大陸的歷史淵源啊 對 這個我覺得 要滅其國先滅其死啊 這個琉球 琉球王國的歷史 也被日本人滅得差不多了 而且篡改的很厲害 是 我看過日本人寫的琉球死啊 根本就不是琉球死 那跟歷史一點關係沒有 因為歷史你是可以篡改 這事實不能篡改 我去過琉球 琉球第一個 明宅跟日本的明宅 完全不一樣 完全不一樣 琉球各處有一個什麼 豐絲也 豐絲也就是泰山石桿當 到處都是豐絲也 這個是中國閩南的習俗啊 你今天去 我在金門當過兵 金門到處也是豐絲也啊 是啊 那琉球 豐絲也 跟這個廈門閩南一帶 外風實驗是同樣一個原流 跟你日本什麼關係 跟日本完全一樣 然後琉球人喜歡吃什麼 吃豬肉 琉球人吃豬肉 這個跟中國人比較像 那日本人吃豬肉沒有 日本吃這個海產 海鮮 另外琉球的這個酒 傳統酒不是清酒 琉球的酒 你去看叫泡肆 OK 泡肆是什麼 就是燒酒 燒酒是什麼 燒酒是三十幾度的這種 蒸柳酒 那就跟是中國的白酒系列 跟日本的清酒系列 是不一樣的 所以就日本人寫琉球死 琉球死話 那好像就是 一向是屬於薩摩藩的勢力範圍啊 那是一向強調這個 這個琉球王室 對這個薩摩朝貢 這個都是非常偏頗的 那他控制下的琉球的這個歷史教育 也是這樣子串開 那可是琉球人並不是不清楚 琉球曾經有個盛世王朝 兩個盛 六百年 這個中間 他們基本上 重點 所謂的對外關係的重點 是中國 那中國從明朝開始 因為中國 中國實行這種朝貢制度 那麼 中國 琉球被中國視為是水藩屬國 他是有朝貢 朝貢的這個權利 朝貢其實意思是什麼 是通商 對 通商 你可以貿易 那 琉球 基本上是透過福州 所以琉球化裡面很多語的 語的這個語言是從福州化來 因為福州化在中國的方言裡面 也是很特別的 很多人都聽不懂 是 琉球 雖然福建你看 明北閩南 是 明北人講話 閩南人聽不懂 OK 閩南聽的話 明北人聽不懂 是 你譬如說 我說卡六卡六 你聽不懂 卡六卡六 卡六是什麼 什麼 卡六就是玩 齊頭 台語叫齊頭 是 那你在 福建話叫卡六卡六 OK 你看差別這麼大 是真的差太多了吧 對 可是琉球 在一直在福州 有一個非常大的一個 也是一個 一個通商團隊 一個的 使團一樣的 叫琉球館 對 琉球館 當然後來就慢慢怎麼講 頹敗了 最近前幾年 我看一個消息 中國大陸把琉球館 把它重新恢復建制 那麼 可是跟原來的規模 還是比較小 我是覺得應該把它 恢復到原來的規模 因為這個 往來通商太多了 這個往來是幾百年的往來 那所以就是說琉球館 其實是琉球人尋根 找到他的歷史的 很多證據的 很重要一個地方 所以這次 玉成丹尼 他是尋 也不是尋根 他找到琉球 最重很重要的歷史 這是在通州 這個琉球人之墓 裡面有當初 琉球被日本亡國的時候 琉球亡國派到中國 去求援的那個史誠 他也葬在那個地方 可是最主要 琉球跟中國的聯繫點 是福州 所以他一定要去福州看一下 我知道他也不是第一次去了 對 他其實 之前也跟習近平主席 好像有些會晤等等的 但他不是第一次 尤其是來看到 最近為什麼會又引發討論呢 是因為 當然他這次訪問行程 有包括什麼呢 他之前就已經說 希望能夠有放寬 沖繩復華的簽證嗎 然後也說 要進行地區的外交 當然最近的就是 跟中國大陸的關係嘛 然後還有 必須要降低呢 為美日抗壘的風險 美國在這邊 有70%的駐軍就在沖繩 另外還有包括 他一直很想要去福州嘛 因為這邊有琉球墓 琉球館 跟中國大陸交往 習近平主席他也說了 說我在福州工作時 就知道福州有琉球館 琉球墓 當時還有閩人 36姓入琉球 所以這個時候呢 中國大陸也打了琉球牌嗎 對 中國大陸事實上 對琉球的態度 過去是相當的保守 也非常的審慎 可是最近幾年 有談到琉球的問題 因為日本 把琉球并為 并為日本的一個藩屬 直接廢掉琉球王國的時候 當時清朝是反對的 那跟日本進行交涉 日本提出來的一個解案 曾經是什麼 他說那這樣嘛 我們一起把它瓜分算 琉球分中山 南山 北山 琉球分三個 北山跟中山我日本 南山給你中國 南山譬如說現在宮古島 八重山這些 那他就說那歸中國 我們就把這個國家給併了 那中國是不同意的 就是一直不承認日本 對琉球的這個主權 認為是一個侵略併吞的行為 可是隨著甲午戰爭 打完以後 這件事就不了了之 可是中國政府沒有承認過 所以這個是一個歷史的懸案 這個時候 吵這個議題的話 引發關注的話 是不是中國大陸這個琉球牌 也是要警告日本 當然啦 當然啦 因為琉球 到今天為止 琉球內部獨立運動 還是一個芳心慰愛的運動 琉球人並不認為他是日本人 雖然他在1787幾年 被日本病了以後 可是日本對琉球人並不好 琉球人在日本人裡面 還是受到種族歧視 而二次大戰的時候 琉球被當作 守日本的第一個 日本的島嶼的時候 蒙受巨大損失 而且日本人對琉球人 當時要逼過他們 跳挨的跳挨的 所以死傷慘重 是 死傷慘重 然後琉球人深受這個自苦 那日本人對琉球人什麼看法呢 就前兩年 這個 因為反日的示威 就是說反對這些日本美軍基地 結果要徵派警力 日本就從本島徵調警力來 那些警察罵這個 示威的琉球人 他說土人 你看他對他不講 他沒有把琉球人當自己 當自己人 你下載中天新網APP了嗎 我想和你分享一個 下載中天新網APP 很重要的理由 專家說 美國要把台灣 出克朗化 右大陸打台灣 前置大陸發展 這些綠美不會告訴你 中天會 如果你不要戰爭要和平 你需要正確 而且權威的國際資訊 和情緒分析 請立刻下載中天新網APP 和我們一起守護台灣 多一個下載 就算是多一段時間